這個苗栗台北市的農場 拆除的這個情義 曾經過這個婚姻 負責這個管政府回凶 這是苗栗館長劉振鴻要投選處理 消息傳統的苗栗台北 讓市的農場是很不滿 因為這場協商 市的農場根本就不參加 不正當性 加上這個婚姻表示 這要是尊重苗栗 管政府定義是回到原點 煩惱接下來隨時 他們的房子都會被拆掉 他也關心買倫劉振鴻自己的家 我不是擔心 我是擔心人的生命而已 法子的話你看看 想起自己的家 隨時都有可能被痛 張孫文的臉色又落下來 雖然前一天副總統五吳醫 邀請行政議長江儀化 跟苗栗館長劉振鴻 回答的告白意見 所以是沒有做出機體的故意 只只要劉振鴻來脫選處理 因為國中決定款的 交給苗栗館的管護 張孫文說實在是沒辦法接受 那就死路一條啊 決定 會有活路嗎 三年前就是死路 現在還是死路 那那 橋有用嗎 這條門口打到 當作丹林行政議長的五吳醫 作出的行路 農夫說白鑽歐西亞的萬物保留 怎麼可以沒收行路 配平前一天的回想結果 如果沒辦法給他們一個交代 也欠缺給你一聲 行政議員是最高的行政機關 他要負起這個責任嘛 不然我們要這個行政有什麼用 你們開出來結果沒有說不猜啊 如果你說不猜那真的是有誠意要解決這個問題 比現在還是沒有啊 經過這幾天的空間 只有六八堂中央有房子裡面 還是來到不少新元民眾 讓這次的浪草膠油打起 不過讓他們最煩惱的 還是接下來這幾天 因為團出環境已經停機 休閒的改變消息 廣告也已經新清連三兩禮拜的路牌 我們是漩裸到凌晨 然後我們陸續 我相信會有就是陸續的人住守在這裡 已經過一天的北上回鄉 館長老前向我回到苗裡的參加和黨 對著浪草的志願 算是沒要回應 今天很忙啊 現在很忙啊 對著志願沒要回應 不過前一天官府也已經表明 必須要尊重其他地主的意見 當時也將會依照過年齊過 做出的冠儀來一行 也將會跟浪草來溝通了後 來威迫一行 記者苗栗中下報道